2009年已經卸任中國 顧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回首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過程 依然覺得驚奇 引用清朝胡廣總督林澤徐的詩萊明治 為國鞠躬盡瘁 事情得回溯到一九八九六四事件 這場臨危壽命也開啟了中共領導核心 梯對模式 江澤民上任之後 實質掌權的鄧小平指定胡錦濤 成為主要代表接班人 但是胡錦濤出身基層 並非江派人馬 這讓江澤民由於挑選好掌控的紅二代 最後看上了派系不明顯 前中共元老習仲勳的兒子習近平 沒人想得到 隔代接班的下一順位 也是慣例的最後一位 當初他的考量就是 簡單講就是被習近平騙了 習近平隱藏得太好了 習近平在年輕的時候 在寧德或者是在福建 當地級書記或者是市委書記的時候 都有很好的表現 那麼同時他表現得好 然後他的人脈也鋪得很好 所以對江或對胡來講 他們都不認為這個人 會是一個去跟他們 有很大的競爭 我們懷念他 習近平的經典語錄 變相成為當前網友新生 微博湧現的悼念潮 緬懷江主席 主政十三年 開啟經濟沸騰 雖然主張悶聲發大財 至少不像現在 無所不管 反射出許多人對現在的不滿 那大家比較不滿的一點 是在於說一方面這個過去 所出現的自由 所謂的要拼經濟的 這樣的一個風潮和現象 在現在這個習近平國家主席 第三任連任成功之後 慢慢的縮緊 那有更多的限制 那過去的這種自由的風險沒有 然而美好與否是相對感受 曾在美國國會服務十三年的 中國問題專家 韓聯朝痛批江澤民 的確想過要當中國華盛頓 也一定程度鼓勵了市場經濟 但這些都只是為了替中共 爭取時間和空間 而提拔習近平 就足以讓他成為千古罪人 還有江澤民交棒胡錦濤時 遲遲不肯辭去軍委主席一職 繼續指點江山 八位政委加上江澤民 共同指教剛上任胡錦濤 局勢被戲稱九龍治水 或許也為習家般獨攬天下 埋下伏筆 江澤民的這個離世 那在在都顯示 中共已經告別了上一個世代 那特別是這個集體領導的 這個二十年已經過去了 那同時接下來是更加的 要朝向集中權力在習近平 國家主席的這個狀況之下 歷史沒有如果 江澤民的選擇造就習近平 而他的評價也註定 隨著現在的中國 滾動式調整 靜新聞